下个欢迎来到咱们第五奖的体型经验 那么这一奖相对来说 会怎么说的 没有那么多知识点 我们只需要去做题就行了 好吧 只需要做题 那么第一个 就是首先第一类 就是我们有直线跟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 位置关系就是相交相离相 那个相相切 是不是就这三个嘛 对不对 相交相离相切 那么相交相离相切 这个东西 如果一根直线跟圆锥曲线 跟圆锥曲线相交 那么咱们只需要连历 连历以后得到二次方程 那判别是大于零 就是相交嘛 对吧 你看 如果说 你又比如说这里有个椭圆 我搞一根直线 这是不是叫相交 所以我连历的话 是不是一定会得到两个结 两个结是不是判别是大于零 那相切的话 各位 那如果相切的话呢 判别是是不是等于零 那如果相离的话 是不是判别是下一零 没有交点 没有解吗 是不是 那当然 这个是要求什么呀 这个是要求 我们这是得到的是二次方程 二次方程 那你说老师 一个直线 跟一个椭圆 x方比a方加 y方比b方等于1 还能得到一次方程吗 那倒不会 是不是 那倒不会 那不会得到一次方程的 但是它跟谁可能得到一次方程 跟双曲线 可能得到一次方程 双曲线 假如说 x方比a方 减y方 比b方 等于1 那各位 双曲线 为什么会得到一次 会得到 会得不到二次 有可能啊 得不到二次方程 又比如说 这是个双曲线吧 这是双曲线 假如说 你说老师 我在这有两个焦点 是不是连历判别是大约 是的 没问题 你说老师 我跟这相切 是不是连历判别是大约 没问题 可以 那什么时候得到的不是二次方程呢 那就是这种情况 没种情况呢 咱知道双曲线要想画出来 一定要画渐进线 是不是 一定要画渐进线 那么咱们的双曲线 假如说 这个是双曲线 这个是双曲线 对吧 来各位同志们 那你看吧 如果有一根直线 如果有一根直线 你看 我平行这根跌进线 我平行这根跌进线 我跟左边 左支有焦点吗 没有焦点 我跟右支 只有一个焦点 这边不可能有焦点 因为这个永远跟 跟这个跌进线渐进的 而这个是平行跌进线的 所以他们不能再相焦点 所以就这一个焦点 那你能说一个焦点 那你能说判别是等于零吗 不能吧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出现了非二次方程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在分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拿一根直线 跟圆锥曲线连立 连立得到方程 AX方加BX加C 对不对 等于零 那判别是大一零 是相交 判别是等于零相切 判别是小一零相离 要求的是这里的二次项系数 一定不等于零 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就会跟什么呀 会跟那个二次 会跟那个跌进线会重合呀 或者平行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志们 所以各位同志们 我们在判断 如果你说老师 我去判断一根直线 跟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 咱们究竟怎么判断呢 就第一点 如果是跟椭圆判断 这个可以直接连立 好吧 可直接连立 那么如果是跟双曲线判断 那么我们首先得判断什么呀 首先得看是否与 首先那个直线啊 是否直线与跌进线平行 好吧 先看这个平行 你判断完了这种情况 你还可以再去连立 好吧 你可以再连立 当然你说老师 那我就全 这两个我就全部连立 我直接用图像 能不能判断呢 可以 因为它完全是靠跌进线 分开的 所以各位同志们 我能不能通过这个直线 跟跌进线的区别来判断 就比如说 来你看 我画这个 我画这个直线 你看到了吧 它在这两 你看它在这个跌进线 和这个跌进线下边 那就会左只有一个焦点 右只有一个焦点 对不对 那假如说你看 那如果说我要是再往上 你看我要是再往上 这样是不是又有两个焦点 是不是 所以它是有 那么如果是跟抛物线呢 第三个 第三个 如果是跟抛物线 我也建议去连立 抛物线 我也建议去连立 那么这个抛物线 为什么呢 抛物线 为什么说我建议去连立呢 因为有可能是干嘛呢 有可能抛物线 它有一点点不同 哪点不同呢 你就比如说 我这是个抛物线 来你看 我跟X轴平行 这根线 我是不是只有一个焦点 你说我只有一个焦点 我能跟它相交得到 二次方长 判断是哪两 不会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出现什么呢 抛物线里边呢 也会有看 是否跟这个对称轴平行 好吧 但是呢 除了这一种 就没别的情况了 具体咱看下题 椭圆C X方比19加 Y方比9等1 直线2M加1倍的X 加上M加1倍的Y等于7M加4 M属于R 焦点情况是几个 那这个东西呢 就怎么说呢 那这个东西 因为它要跟M 肯定是要跟M相关的 对不对 它肯定是要跟M相关的 没有别的 那但是那一说老师 那这个直线 那这个直线 它为什么要给M呀 给M是不是说明了 这是个直线寒餐呢 直线寒餐就有 含有定点 这不是咱讲直线方程 是专门讲的吗 所以这个直线 咱就能判断出来 它过的定点 你看 把所有的M各一块 2MX加X 加上MY再加Y 等于7M再加4 合并一下 把含有M的合并一下 提起来 2X加Y再减7 再加X加Y再减4 等于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让这个东西得0 就可以求出来 我们的定点 是不是 所以2X加Y 减7等于0 X加Y减4也等于0 所以咱就可以解出来 X等于3 Y等于几呢 Y等于1 是不是 X等于3 Y等于1 那对于我们来说 X等于3Y等于1 那这个时候 你看定点在哪啊 我的椭圆是 X方比16 再加Y方比9等于1 这个点是00 这个点呢 是40 那31在不在 如果这个31 在椭圆内就棒了 如果这个点 如果这个定点 31是在这个椭圆内 我不管这个直线怎么变 它都一定有两个焦点 哎呦 那就看在哪 你把31带你试试 对不对 3的平方比16 加上1比9 效益 对不对 16分之9 加9分之1 肯定小1 所以它就在椭圆内 在椭圆内定点 在椭圆内 那这个直线一定跟椭圆 有两个焦点 不用管 F时机 换个衣服 讲这一段 刚才穿这个 有点热 可能一会穿这个 更热 可能一会 还得再换回去 来各位同学们 看这道题 若直线L过点 负1 2 且于曲线 9X方 减Y方 等于9 尤其只有一个公共点 则满足条件的直线 有几条 那咱们看到这个曲线 咱要先把它转化为标准方程 是不是 两边各除9 那就是X方 减去Y方 除以9 等于1 所以是焦点在X轴上的双曲线 那咱们画双曲线 这个画出来啊 因为咱们是要判断什么呀 判断说直线 这个直线跟 这个双曲线 只有一个公共点 所以这种题目呢 一定要把双曲线换 一定要把双曲线 尽量画的标准一点 就比如说把那个 渐进线画出来 对不对 咱渐进线 这个东西 渐进线怎么判断 就让它得零 不就得到了吗 是不是 所以就是Y方 等于9X方 那就是Y等于正负3X 这就是咱们的渐进线 咱把这两条渐进线 大概给人画出来 3X 好嘞 那这两条渐进线 画出来以后 咱再去画它们的图像 这个双曲线 是不是 那这儿呢 双曲线 给它们画出来 画出来 画的大一点 画大一点 因为一会儿还要继续做题 这个画小呢 这个画小呢 好嘞 说这根直线过哪个点呢 这根直线过的是 负1 2 那负1 2在哪呢 负1是谁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A方是等于1的 A等于1 所以呢 然后呢 所以这里的A是等于1 所以这个顶点呢 就是负1 0 这个顶点 所以负1 2在哪呢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负1 3的话 就到这个渐进线上了 这个渐进线是 Y等于负3X 这个渐进线是 Y等于3X 所以这个定点是在这儿 所以说是过定点 直线过定点 负1 2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千万别画到别的地方 就这样 那么过在这儿 咱们说直线 跟它有几个焦点呢 有且只有一个公共点 那有且只有一个公共点 那咱就画一下吧 对不对 那你看啊 同志们 在这儿呢 这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个是负1 2 这个是负1 0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点呢 它可以围成一根直线 这根直线呢 直接就跟双曲线的左支 是不是只有一个切点 对不对 只有在这儿相切 只有这么一个焦点 所以这条线是OK的 对不对 是OK的 那么当然了 同志们 那你看 我们还还说 那别的有没有可能 只有一个公共点呢 有可能要试试呗 对不对 试试呗 首先就比如说 那咱们一般情况下来看的是 有一个公共点的话 咱尽量是让它相切 对不对 尽量是让它相切 那相切的话 我总不能跟右边相切吧 我能跟右边相切吗 试试呗 对不对 能跟右边相切 你看 能跟右边相切吗 不能 是不能跟右边相切 同志们 你看 如果 你看 如果说这根直线 我跟这个渐进线平行 咱知道了 这个曲线 双曲线 是跟这儿什么呀 是跟这个渐进线 是无线接近 但永不相交的 所以你 如果你这根直线 L跟渐进线平行 那你跟右边 是没有切线的 但是我可以 跟左边有一个焦点呢 是不是有一个焦点 所以这就是 有一个公共点 虽然我不能 跟你右边相切 但是我可以 跟你左边相交啊 有一个焦点呢 是不是 那时候老师呢 有没有可能 跟右边相切啊 不可能 你看 这刚才画这根线 是跟这个渐进线平行 那假如说 我再画一根线 跟这个渐进线 比 你看 跟这个渐进线相交的话 你看到没有 跟右边就是相交了 它就不在这相切了 那我跟右边相交 那我跟左边 能不相交吗 还会相交的呀 所以就出现了两根 是两个焦点的 所以这样的是不可能的 那同样的呀 那我跟这个渐进线 跟这个渐进线平行 那我可不可以 跟右边这个渐进线平行呢 你也可以呀 你看 跟右边渐进线平行 说左边没有 右边没有焦点 左边有一个焦点 对不对 有一个焦点 是这样的吧 所以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有 是不是 现在啊 就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有 三根直线了 那我们这三根 这三根直线呢 有两根是相交 对不对 跟渐进线是平行相交 有一根是跟左侧相切 而咱们刚才也说了 我是没有办法 跟右边相切的 那如果我 假如你看我画 画着像相切 但它不是相切 因为我跟渐进线有焦点 所以在远处 一定的跟双曲线 有相交 对不对 那假如我跟右边 你看有没有相切的可能 也没有啊 如果我跟右边 你看这样相切的话 它终将会跟渐渐相交 你跟渐渐相交 将来一定会跟双曲线相交的 所以在右边是没有切线的 那有没有可能跟左边还有切线呢 你看我在这儿有一根 第一根是跟左边相切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跟左边相切 我们发现 有可能 同志们 有没有 有可能吧 是有可能 你看我这个绿色的线呢 我越往上越跑 越来越往上跑 那我这个渐进线呢 是往左上跑 所以我在这儿如果跟这个 跟左边左侧这根线 有一个切点的话 有可能啊 是不是有可能 它不像 同志们你看啊 它不像哪根线 它不像这根 这个红线 就这根红线 这个红线是跟渐进线 是不是在这儿平衡 你一旦你看 它的斜率如果比 它的斜率如果比这个 下边的渐进线斜率要大一点 你看要大一点 我就跟右边相交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要是斜率 比这个 比这个渐进线还要小 我斜率绿色的吗 比这个渐进线斜率还要小 我是不是就往上走了 这里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切点 而我在右边呢 还是没有什么呀 我在右边还没有交点 为什么没有交点 你看到没有 它俩是不是离得越来越远 离得越来越远 离得越来越远 所以在这儿是不是有可能 尤其只有一个切点 一个公共点 所以是不是一共有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所以有四条 所以我们去判断一个双曲线 有直线跟双曲线的 那个公共点的时候啊 我们判断切点 或者说只有一个交点 咱们一种是要判断相切 一种叫是跟这个渐进线相比较 你就比如说咱再换一个 咱再换一个 我再给各位换一个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双曲线 这怎么打不开 出来了 来各位 还是这个双曲线 我还是大概画成这个样子 双曲线 是不是 我还是画成大概这个样子 好 现在我把定点放到哪 我把定点放到这上边 我把定点放到上边 放到这里 那么当然同志们 我放到这以后啊 它有一种什么可能啊 同志们你看啊 我把它放到这以后 它有几种可能 你看 我去做 我去做它的 只有一个公共点 做它的相切 首先第一个 咱先算跟这个渐进线平行吧 你看跟渐进线平行 这平行 是不是只有一个角点 这平行 是不是只有 跟渐半支 是不是只有一个角点 对不对 跟渐支 是不是只有一个角点 那同样的 你说老师 那我有没有可能 跟这个双曲线去相切呀 来同志们 你看我在这 我有可能 跟下边相切没有 有可能没有 有可能啊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我当我跟下边相切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我这根线的斜率 这个红色这根线 跟黑色这根线 它俩斜率不是一样吗 那我现在 我绿色这根线 我斜率明显比红色的要小 明显比渐进线的斜率要小 所以我跟右边这相切一个切点以后 我在右边 你看到没有 我就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是不是 所以右边就不可能再有焦点了 所以这可以有切点 这可以有切点 那同样的 那我有没有可能跟左边有切点呢 我这这肯定没有切点了 对不对 这你再有切 这这叫什么切点的 对不对 这肯定没有切点了 那我有没有可能跟左边有切点呢 我发现有没有可能 有啊 是有可能 对不对 为什么有可能 因为我这根绿色的线 是不是依然是跟左边这里是相切 对吧 跟左边这里相切了 我跟左边这里相切的话 你看到没有 在右边我黑色的线 斜率要比绿色的要小 我绿色现在要比你黑色 这个建筋线斜率要大 所以我在这是不是有一个切点 所以我后边不可能有焦点了 我跟右边也不可能有焦点 所以在这只有一个公共点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还是四条线的 没有问题吧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 我们去判断直线跟双曲线的一个焦点问题的话 我建议各位把剑极线挂出来 有两条跟剑极线去比 然后呢 再去找相切的那个极限位置 好吧 相切呢 有可能是跟左边相切 也有可能是右边相切 那咱们就需要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还是热啊 我还得再换回去 说经过远点 且与外方等于x 只有一个公共点的直线 这不是两条 那这有几条啊 两条吗 一个是过远点吗 与外方的x 那这不是一条吗 那这不是一条吗 一个相切 一个是平行对称轴 就是两条吗 这道题目还是很简单的啊 所以考试考的最多的就是这种双曲线 好吧 考试考的最多的就是双曲线啊 直线Y点 x加2与椭圆有两个公共点 在m的曲线范围是什么 我都建议各位 好吧 这种东西呢 你就直接连力就可以 我说我跟各位说过吧 是不是啊 我说那个椭圆 咱最好直接连力就没啥问题 对不对 不用那么费劲啊 所以直接连力Y等于x加2 哎 我给各位讲过连力 对不对 那连力的话 尽量连力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 那你就正经连力 x比m加上y方比3等于1 是不是啊 然后呢我连力y等于x加2 我把它带入 把它带到这儿 得到x方比m加上3分之x加2的平方等于1 然后打开m分之x方加3分之x方加4x再加4等于1 两边合并3倍x方加m倍x方加4mx再加4m等于3m 所以得到3加m倍的x方加4mx再加m等于0 判别是等于b方减4c16m方减去他4倍他乘他m乘3加m 因为是有两个公共点带0 所以直接连力就行了 好吧 16m方减12m再减4m方带0 那就是个12m方 那就是个12m方减m带0 所以m大于1或者m小于0 m小于0肯定不行啊 是不是m小于0舍掉 但是m大于1也不光对啊 你m可不能等于3啊 我是个椭圆不是个圆 千万记住啊 椭圆就在这儿有个费劲 好吧 千万记住椭圆在这儿费劲 这里是个圆 如果m等于3这就是个圆 所以m不能等于3 所以是1到3并上3到正无穷 中间把那个3给去掉 行不行 那当然如果你要是 你要是学过那个 跟德加哥学过那个 b方是不是 那个判别式啊 那个判别式 那就更好了 对不对 把它写成 x减y加2等于0 写成一般式 好吧 这个是x方比m 加上三分之外方等于1 判别式大于0就意味着什么呀 就意味着啊 乘对去见单身方 对不对 乘对去见单身方 a方 a方 加上b方 b方 减去c方 大于0 行不行啊 这叫乘对去见单身方 所以直接得到什么呀 a方就是m m乘以1 加上3乘以b方是1 再减c c二减2 大于0 所以m大于1 就可以了 大于4 减4减4 sorry m大于1 好吧 所以这个判别式大于0 可以直接就写出 乘对去见单身方 ok 当然如果你要是联历的话 我待会再跟你们说联历 怎么快速写啊 来 那么我们去联历的时候 你看 我们去联历的时候 不用记那么多啊 不用记那么多 同志们不用记那么多 你就记住 判别式就一 就类似于这个就想 乘对去见单身方 好吧 判别式大于0 就是乘对去见单身方 判别式等于0 就是乘对去见单身方 等于0 判别式小于0 就是乘对去见单身方 小于0 ok吧 不用想那么多啊 来看看第一 说已知抛物线c 外方等于2px的交点 与椭圆x方比4 加三分之外方等于1 的一个交点重合 求抛物线c的方程 与它的一个交点重合 pi大于0 那它的交点 解解哪几吧 解 第一个 那个 c方等于a方 减b方 等于4减3 等于1 所以小c等于1 所以 焦点 外方等于2px 它的焦点 就是这样 2分之p0 所以2分之p 就等于1 那p就等于2 所以抛物线方程 外方等于4x 第二个 若直线L x等于my加4 焦抛物线 外方等于2px 外方的4x x等于my加4 焦抛物线于点a 何必 点a x1 y1 点b x2 y2 求oA 垂直 ob 垂直 咱就用向量数量机 等于0 就可以了 好吧 用向量数量机 等于0 就OK了 那么各位 这个 你看这个是个 跑物线 对不对 这是个跑物线 那跑物线 可不满足 咱们刚才 你看我刚才 我只让你记了 这个判别式 所以它不是 那个判别式的问题 它不是那个 椭圆的判别式问题 好吧 所以这个不用管 这个就正常连力就行 连力用向量数量机 等于0 就完事了 好吧 向量数量机 等于0 就完事了 你就找到 那个oA向量 乘以oA向量 乘以oB向量 等于0 就是一个标准的 标准的普通题 对吧 那就 x等于my加4 跟一个y方 等于4x 连力 连力是不是回到 那当然这个 咱是不是代入x 更简单的 所以y方等于4倍的my 再加4 所以y方减4my 再减16 等于0 所以y1加y2 为达定理 就是4m y1乘y2 就等于-16 哦 那x1乘x2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同志们 知道不知道 这两个x1 x2的横坐标 都是正数啊 同志们 x1 x2的横坐标 都是正数啊 你看 有抛物线 x1在不在抛物线上 在呀 是不是啊 所以x1 是不是等于4分之y1 方 那x2 是不是等于4分之y2 方 所以x1乘x2 是不是等于16分之y1 乘y2 平方 那y1 y2平方不是-16吗 带进去 得16吗 所以 OA向量 点乘OB向量 那不就等于x1 x2 加上y1 y2 那不就等于16 减16 那不就等于0吗 那不就垂直了吗 所以这个证明还是很好证的啊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各位 咱们常见的题目都是这种连历 得到维达定理 然后表达出来题目里边所给的方 所给的条件就可以了 表达题目里边所给的条件 好吧 来那么咱们一般情况下 跟椭圆双曲线的连历的时候啊 椭圆跟双曲线以及那个什么 以及那个抛物线 直线跟圆锥曲线相较于A B两点 设直线L斜律为K 那么AB两个焦点是AB 那么弦长公式AB就等于根号下 X1加K方倍的X1-X2 也等于根号下1加K方 K分之1的平方 万一减万二 这东西很简单啊 怎么说呢 你看你就比如说啊 这里有个椭圆是吧 这有个直线跟椭圆交于两个点 点A点B 那咱怎么求这个弦长呢 怎么求这个弦长呢 你就用就类似于你做了两个 做了个直角三角形 类似于做了个直角三角形 明白吧 类似于做了个直角三角形啊 那这个位置是谁呀 这个位置不就是X1-X2的绝对值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X1-X2的绝对值吗 那这个不就是邪律K吗 是不是邪律K呀 对不对 那个就是邪律K呀 我有X1-X2的绝对值 我有邪律K 我还能算不出来它的弦长 这个长度 能不能 能吧 是不是 你邪律K不就相当于什么呀 不就相当于根号下1加K 邪律不是太近的吗 sin方θ比上cos方θ 这两万一加不就等于根号下1比cos方θ 不就等于cosθ 分之一吗 所以不就相当于X1-X2的绝对值 除以这个cosθ 就这个倾斜角吗 那不就等于邪律K吗 所以 它只不过是把除以cosθ 给你变成了个根号下1加K邦 明白了吧 给你变成了个根号下1加K邦 就这么一回事 那同样你要是想要表示Y1-Y2 那就是这样 因为你要除的是sinc的 那这个就表示的是sinc的 好吧 表示除以sinc的 就这 所以题目里边一般情况下 都会让你干嘛呢 都会让你求出来 邪律一般都是射出来的 那这个东西呢 一般会得到方程 要把那个维达定理连立过来 所以X1-X2 等于谁啊 根号下X1加X2的平方 减4倍X1乘X2 就可以得到维达定理 利用维达定理代入 就这样 好吧 所以咱们去做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干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干 但是咱们碰到椭圆 我是不是给各位讲过呀 碰到椭圆 是不是 椭圆的就用什么呀 就用小方机大方合成对去建单身方 建完单身去下方 这就是闲场公式 比如说一个直线跟一个椭圆连立 我就直接给了你AB公式 就是我用刚才的事推导过来的 用这个推导的 好吧 推导得到这个 两倍根号下 小方机大方合成对去建单身方 然后建完单身 把这个东西下来去下方 信不信 这就是一个小口诀 你就比如说 这个小口诀做选择填空 还是特别方便的 你知斜率为2的直线 经过椭圆 X方比5加Y方比4.1 右交点F2 很明显它的右交点是个10 又是斜率为2 所以直线Y等于2倍的X减1 那就等于2X减2 化为一般是 2X减Y减2等于0 和椭圆交于AB俩点 则弦AB 那就直接写了呀 有X方比5加上Y方比4等于1 对不对 AB的模式场就是个两倍的 别忘了两倍的 这个公式有点2 忘了那句话了 这个公式有点2 别忘了2倍 小方机 这就是小方机 5乘4 对不对 大方合 A的平方加B的平方 2的平方加1的平方 对不对 然后再乘以乘对去建单身方 2乘2的平方乘5 4乘5得20 加上-1的平方乘以4 得4 减去C的平方 -2的平方 那就是4 建完单身去下方 把20加4拿下来 24 好吧 就这 把它一化解得到 2倍根号下 20乘以5 再乘以20 再除以24 对不对 那这个20开出来 对不对 40乘以根号5 再除以24 那去掉8 3分之5 被根号5 选A 那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这个方式 你也可以去联理 好吧 你也可以去联理 当然我不建议各位去联理 好吧 有这个公式 最好就用 直线Y0 X加1被椭圆截得的显长 那这个就直接 X减Y加1等于0 是吧 那显长AB的长度就等于 两倍根号下 小方积6乘2 12 大方和1的平方加1的平方 得2 我就直接写2了 乘对之间单身方 1的平方乘6 得6 加上1的平方乘2 得2 再减去C的平方 1的平方 再除以建完单身去下方8 所以2约掉剩个4 那就得到4分之根号24 再乘以几7 对不对 所以得到4分之2倍根号42 那就是2分之根号42 所以选B 就纯化简 行不行 纯化简 这就是咱们的直线和圆锥曲线之间 连理的关系 当然这些题目的需要不断的去练习 不断的去做 所以各位同志们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 那个有任何的懈怠 各位多做一做 这种题目相对来说 哪怕得不出来最后的结果 也有步骤分 各位 咱今儿就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 请关注加哥 下期再见